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受了伤 妈妈也不断出身安抚 这一家三口在小年夜的早上十点多 开车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 发生了三车追撞的车祸 三天轿车开在内线车道 疑似车速过快 没有注意车前的状况 也没保持安全距离 导致刹车不及撞成一团 其中一名男驾驶左手骨折松衣 这件车祸也造成国道瞬间 变成大型停车场 车辆走走停停 时速只剩三十公里 车流一度回堵将近九公里 经过国道警察的努力 半个小时后排除状况 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 陆续恢复交通顺畅 那因为它有上用那车车道 那因为再加上今天南下的车流 所以说后方的话 一度回堵到王庭交流道 连驾第二天 中部的交通路况大致顺畅 发生车祸也都排除 警方提醒民众要走国道 务必小心开车 出发前也要掌握及时路况 调整行车路线 才能避开拥塞的路段 华氏兄弟妹 谢谢宗谢中益 章话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